大家好我是牛叔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2017年的恐怖片 鬼庙 故事讲述了三名美国游客 跟随着一本神秘日记 进入日本深山寻找古庙的故事 故事分为两条时间线 一条是现在 一条是几天前 咱们先看第一条线 现在 一群营救人员正在地毯式地搜寻 也就是说这三个旅游走丢了 走丢了不怕 遇见那蟑螂也不怕不怕 营救队摸着他们的足迹 找到了其中一人 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把女搜查官给吓哭了 庙内的幸存者情况不容乐观 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 并且被隔离在轮椅上 他的对面坐着两名警察 他们是来调查情况的 这三个美国人到底遭遇了什么 幸存者精神恍惚 口齿不行 支吾吾地说话费劲 于是警官开始播放 录像机内的视频 时间线切换到几天前 这个女孩子名叫刘英正准备去日本旅行 带着自己的男朋友 俺的青梅竹马的发小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旅游不和男票 或二人世界非得找个灯泡喂狗粮呢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发小的哥哥刚刚去世 需要去外面散散心 第二发小会说日本话 于是就促成了这个三人行地 尴尬局面 另外刘英不是单单为了散心 他正在撰写宗教方面的论文 所以就需要去一些古庙 寺院什么的看看 画面切换到中京 由于刘英和男友是异地恋 所以乘坐的并不是同一个航班 男友就趁着这个空隙 愣是聊了一把日本空姐 不过一看到刘英过来了 马上便得老老实实 搂住刘英就是一顿亲 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 自曰三人行必有灯泡眼 发小在那边就贼尴尬眼 这肯定是叫出事的眼 当着发小的面 这俩人秀恩爱毫不避讳 而发小就拿着相机在那边录 可以看得出来发小的眼里 只有刘英 把男友选择性地屏蔽了 不过看着这俩人秀恩爱 他心里也难受啊 只能把眼泪咽到肚子里头 晚上床上漫无目的的谈话 这小子是干好的呀 哪个单位的 你们俩做朋友多长时间了 虽然嘴上说不吃醋 但是你女朋友 有这么近的男闺蜜 你不闹心呢 男女之间真地存在纯友谊吗 很难说 第二天他们坐动车离开东京 来到下一城市 在街上闲逛 在一家古玩店内 刘英发现了一本了不得的东西 民间故事 这里面记载了一个神秘的古庙 正是刘英想要找的那种 发小会日文 就给他翻译了一下 说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个庙 庙里有个狐妖当守护神 成功地勾起了刘英的兴趣 他们找到店主要买书 店主的答复非常爽快 不卖 这是一本不祥之书 不卖 不管出多少钱 就是不卖 说着还把这嗓个人 轰出去了 关门了 晚上刘英因为要到时差 所以躺在床上睡觉 男友和发小选择去夜店浪 外国人是非常喜欢逛夜店的 因为他们在这里 很受妹子的欢迎 聊妹儿简简单单 但是发小却没有心思嗨皮 因为她的心里只有刘英 反观男友就不一样了 在那边又摸又亲地玩嗨了 完全没把刘英当回事 发小猙獰一笑 我跟你来干哈嘞了 就是要拍下你的种种罪行 然后男友就和妹子快合去了 又留下了孤单单的发小 发小真是默默无语 两眼泪耳边响起 驼灵僧啊 他并没有急着回旅馆 而是回到了那家古玩店 他还是想把刘英喜欢的东西买回去 店里没有大人 只有一个可爱的小孩子 发小就试着看能不能买下这本书 没想到小孩子很爽快的就卖给他了 这一下刘英一定会很开心吧 发小拿着书来到一家小酒馆 坐在那翻着看 你说巧不巧 边上有个大叔居然认识这个寺庙 更巧的是酒宝居然知道怎么去 然而这个大叔很善意地提醒发小 日本寺庙千千万 何必飞去这一家 这个庙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啊 容易让人生病 发小管你那个 啥玩意应该乱走的 歪里邪说 小地方的人啊 就是迷信 他找酒宝详细地问了一下 去那里的路线 在回去的路上 偶遇了一个老乞丐 乞丐一地头 把他差点下尿 那头上的东西是什么 是牙齿还是鸡掉 转头往处跑 险些撞上一对头上带框的僧侣 属实诡异 难道这就是文化差异 果然是一处不到 一处迷 十处不到 久不止啊 天亮之后 三人坐车向着古庙进发 在一座大山里 找到了隐藏的小村庄 天色江岸 他们准备在这里过夜 村里有个古怪的大叔 问他们来尬哈 他们说找古庙 大叔脸色一宁 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这里有个叫人的男人 被古庙召唤过去了 回来的时候 双眼就变成了窟窿 发小的日文水平 也是半调子 听了个似懂非懂 无论如何吧 还是那句话 歪理邪说 小地方的人啊 就是迷信 在山顶的饭馆里 他们找到了过夜的地方 发小在这里 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人 这个人很奇怪 居然没有眼珠 难道他就是大叔口中的人 他无所思事的 拿着相机在屋里乱拍 哎 居然看到了商店里的 那个小孩 怎么会这么巧呢 原来这就是小孩子的家 小孩子还说 自己总去那个古庙玩 明天可以带着他们一起去 另外发小还在店里 碰到了那个瞎眼的男人 男人给他讲了一个 关于古庙的故事 很久以前 村子里丢了六个小孩 搜查队在古庙附近 找到了一个古怪的和尚 问他关于小孩的事 和尚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搜查队就把和尚给杀了 而且那些孩子也没找到 这恐怕还是扯犊子吧 瞎眼老人 和尚古庙丢失的孩子 这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 发小现在一点都不关心 由于只有一个空房 所以三个人住在一起 他正拿着录像机 拍摄小行李亲热 这俩人一点都不避嫌 没看这里躺着个单身狗吗 发小是一点都没惯着他们 原封不动的全拍下来了 这时候发小的内心 已经不能用记录来形容了 他简直要爆炸了 对刘盈的渴望 能让他做出任何事 比如看到窗外有人影闪过 他猛地推开门 没人 男友被吓得急忙 提上裤子 夜终于安静了 天亮之后 在小男孩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古庙 小男孩临走之前 特意叮嘱发小 一定要在天黑之前下山 转过头 刘盈和男友 已经把古庙逛完了 很失望 啥都没有 发小又进去逛 里面有一些奇怪的木条 挖脸的 断臂的 全都残缺不全 这时候天已经暗了下来 男友有点怂了 着急要下山 发小听到呼唤 正想往处走 突然被地板下 伸出的手拉住了脚 咕咚一下 掉到洞里 腿摔折了 看来他们今晚 是下不了山了 三人被迫留在这里过夜 男友邀请刘盈去 溜达溜达 被无情拒绝 只好自己去散步 说是散步 实际上却躲在一边 但是一直没告诉男友 发小你是唯一知道的人 哈哈哈哈 抓住你们了吧 男友突然出现 仿佛捉肩在床 咱们之前也看出来了 男友就是花花公子 刘盈怀孕 对他来说可不是好事 俩人果然贪崩了 男友要黑夜下山去一绝 但刘盈也不能丢下瘸腿的 发小只好任由他去 一个人孤零零的下山 是谁给你的这么大勇气呢 他毫不意外的走丢了 走了好几次都绕不开 狐仙雕像 咋整的 这狐仙雕像咋还不没了呢 砰没了 雕像变成了一个 人身胡头的怪物 男友哪见过这种场面 当时被吓得哇哇大叫 画面来到刘盈和发小这里 他们正无比纯洁地拥抱取暖 可能马上就要发生微妙的事 刘盈猛然听见男友的呼唤 起身就冲进树林 发小还试图挽留一下 你走了我咋办呢 我也还怕呀 他单腿蹦要追出去 寺庙外不知何时 来了一个和尚 发小感觉和尚挺吓淫 急忙退回到庙里 没想到 庙里等着他的东西 更加恐怖 画面切换到男友这里 被绊倒在地上 无法动弹 那只怪物一步一步地 向他走来 刘盈人这里 大黑天找男友 吴果自己钻到了一个矿洞里 走丢了 此时此刻 寺庙里的发小 正眼睁睁地看着地板里 爬出五个孩子 他们都没有双眼 空洞洞的 发小的心情 可想而知 买妈皮 五个孩子露出一口口尖牙 恶虎哭食一般扑向发小 时间线回到现在 眼前这个毁容的男人 正是发小 警察想从他口中 得知刘盈人的下落 但是发小一直在问 小男孩为什么在这里 警察非常冷静地告诉他 根本没有小男孩 古董店里没有 山顶的饭馆里也没有 全都是他一个人的幻觉 或者说是他的心魔 而男友也不是狐仙傻的 录像里明确地记录下来 跌落三下的人是男友 而且里面还记录了发小 杀害男友的全部过程 所以刘盈在哪里 发小支支吾吾的不说话 警察一看问不出什么 就起身打电话 这时发小像疯了一样 冲出轮椅 拿起一支笔 插到另一个人的脖子上 画面转到山顶的饭馆 在一群小孩子的合营里 确确实实是有 小男孩的存在 失踪的六个孩子 怪异的僧侣 守护寺庙的狐妖 究竟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好了 这个片已经结束了 结局有点虚实实 难以看懂 牛叔说一下自己的见解 古妙存在 灵异存在 所谓的灵异 指的就是让人生病 引动人的心魔 其实不难看出来 这三个旅友 是被鬼妙召唤而来 为何找上他们 因为他们的心魔 比较容易利用 精神越有问题 越有弱点的人 越容易被鬼怪利用 发小都啥样了 嫉妒的已经要疯了 稍微一点火 必然酿成残剧 虽然表面上看 这是一起情杀 但背后的故事 没有那么简单 发小的毁容 是谁做的呢 这个故事 告诉咱们什么道理呢 一个人越在意的东西 对他的伤害就越大 另外旅行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三个人 很尴尬